哈喽,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下卖书的最新电影 之前某办的一名是《恶棍》,前几天改成了《杂种》 看完电影后,个人觉得《杂种》这个翻译要比《恶棍》好很多 也更符合影片的气质 先说一下故事的背景 18世纪,丹麦国王决定通过对广袤的日德兰荒原进行殖民 以此来增加税收 但这片荒原土地贫瘠,盗匪横行 几十年来,被派去的许多殖民者都无功而返 甚至有人命丧他乡 这时,由麦书饰演的退伍军官站了出来 他希望政府能够授予他对日德兰荒原的开发权 麦书出身卑微,他的父亲是一个庄园主,母亲是女仆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私生子 麦书表示,他不需要国家拨款 他打算用自己的退休金来进行这项事业 作为条件,如果开垦成功 政府要赐予他贵族头衔 以及匹配的地产和仆人 财政大臣们认为反正不花政府的钱 最终是否成功都无所谓 至少对国王那边有个交代 于是便授权了麦书前去荒原开垦 就这样,麦书独自一人来到了日德兰荒原 他仔细探明土壤情况 这片荒原的贫瘠程度远超他的预期 尽管面临如此严峻的条件 麦书并没有选择放弃 他住在简陋的帐篷里,日复一日地勘探这片土地 晚上,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附近 他向麦书乞讨一些食物 麦书正感到奇怪 突然从背后冲出一个强盗 还好麦书反应迅速 成功摸到手枪 并当场击毙了强盗 小女孩吓得落荒而逃 这次事件让麦书意识到 生活在这片荒原上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第二天,麦书找到了当地的治安官 在他的帮助下雇佣了一些建造房子的工人 但人手还远远不够 旁边的神父表示 他可以提供两个人 或许能帮上忙 这是一对逃亡的奴隶夫妻 男人名叫约翰 女人名叫巴巴拉 由于无法忍受庄园主的残暴对待 他们逃了出来 神父收留了他们 麦书决定雇佣他们 提供食物和独立房间 但没有工资 两人也没有更好的去处 只能答应 不久,麦书就在荒原上建起了简易房屋 还清理出大片土地 他把自己这片农场取名为国王之家 晚上 约翰与麦书计划起如何改良土壤置地 约翰问起麦书打算种什么 但麦书表示暂时保密 上次向麦书讨饭的小女孩 趁着夜色过来农场 偷走了一只鸡 麦书质问工人 为什么将他放走 工人表示 他是个黑人 不能靠近 会受到诅咒 麦书可不迷信 给了他一拳 让他卷不开走人 这天 当地贵族兼地方法官辛克尔 派人来请麦书到他的庄园共进晚餐 辛克尔是本地的权贵 约翰和巴巴拉 就是从他的庄园逃出来的 麦书出来乍到 想跟辛克尔出好关系 因此欣然同意邀请 晚宴上 辛克尔大放厥词 言语间透露出对麦书的浮泻 但麦书一直以优雅的姿态回应 旁边辛克尔的表妹海伦 则观察着麦书 接着辛克尔终于说出他的目的 他希望麦书离开荒原 停止开垦 原来辛克尔一直计划 以低价买进那片荒原 但麦书的到来 却打破了他的计划 麦书当然不会妥协 起身准备离开 接着辛克尔又说起麦书的身世 说了关于私生子的话题 对麦书又是一番羞辱 辛克尔拿出一份合同 并表示 如果麦书想继续在荒原开垦 那么将来一半的收入 需要上交给他 麦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海伦出门来送麦书 麦书对待辛克尔的强硬态度 让海伦刮目相看 他邀请麦书 参加一个月后的丰收节聚会 临走时还将一块手帕送给麦书 麦书赶回农场 但工人都不在了 辛克尔用双倍工钱挖走了所有工人 由于辛克尔从中作梗 他们已经找不到新的工人了 晚上黑人小女孩又来偷东西 被麦书抓个正着 麦书了解到 小女孩名叫穆斯 她跟一群吉普赛人混在一起 麦书要求穆斯带她去找那些吉普赛人 经过一番交涉 麦书雇佣了这群吉普赛人为她工作 有了人力 办事效率就高多了 他们将荒原上的石楠烧成灰 开始着手改良土壤 麦书还让约翰去海边运黏土 很快 风收节到了 麦书再次来到辛克尔的庄园 海伦的侍女将麦书叫到庄园辟进处 海伦正在那里等着她 海伦表示 他并不想嫁给辛克尔 但迫于父亲的压力 他不得不留在这里 如果能重新找一个地位相当的对象 他父亲也不会反对 麦书表示 如果开肯成功 建立殖民地 那么他将获得贵族头衔和领地 也许能配得上海伦 海伦相信了麦书 并上前亲吻了他 外出运黏土的约翰被辛克尔抓获 他将约翰关进笼子 将滚烫的开水浇在约翰身上 这是奴隶主处置逃跑加奴的手段 如果麦书出手阻止 也将被视为违法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约翰被折磨至死 麦书带回了约翰的尸体 巴巴拉看到丈夫的尸体 心如刀脚 吉普赛人看到约翰惨死 害怕辛克尔对付他们 干脆辞工不干了 现在没有钱也没有人 麦书只能靠自己了 丈夫死了 巴巴拉也不想继续待下去 麦书恳请他留下来 但巴巴拉拒绝了 他觉得麦书根本就不理解他的痛苦 巴巴拉来到丈夫的墓前 想了很久 最终 巴巴拉又回到农场 因为辛克尔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帮助麦书就是帮助自己 他想知道麦书到底打算种什么 麦书打开袋子 原来他想种土豆 因为土豆特别耐受 容易存活 这时 他们听到屋外有响动 原来是穆斯 从吉普赛人那里逃了出来 麦书收留到穆斯 寒冬来临 整个荒原被白雪覆盖 整个农场几乎没什么食物 圣诞节这天晚上 辛克尔特地来访 提了一桶圣菜给他们 巴巴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连忙提了进去 辛克尔给了麦书一袋钱 让麦书离开这里 麦书接下了钱 也许他的内心已经有些动摇 回到房间 他们吃着那些圣菜 麦书思虑再三 他将钱袋放回圣菜桶 第二天还了回去 穆斯得了感冒 身体越来越虚弱 为了给穆斯补充营养 麦书杀掉了唯一的羊 喝下温暖的羊汤 麦书安心入眠 巴巴拉说自己的毛毯给了穆斯 于是便钻进了麦书的被窝 两人依靠着相互取暖 春天到来 他们终于种下了土豆 期间还经历了一场霜冻 但幸运的是 土豆最终长出了小苗 麦书将收获的土豆送到了财政部 国王派遣50名殖民者 前往麦书的农场 并委任麦书为皇家测量室 殖民者注意到了穆斯 表示穆斯会带来厄运 如果不赶走穆斯 他们就离开 麦书表示 穆斯不会接触他们 他会留在屋子里 殖民者勉强答应 麦书 巴巴拉和穆斯 三人躺在床上聊天 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就像是一家人 辛克尔为了赶走麦书 雇了几个死囚 他让囚犯们在荒原上 制造混乱 四处猎杀他们的牲畜 还杀了两个殖民者 麦书知道肯定是辛克尔干的 于是便来到庄园 与他对峙 但辛克尔当然不会承认 面对辛克尔的不断挑衅 麦书掏出枪 想崩了他 但最终理智 还是战胜了冲动 海伦来到荒原 他将那些死囚的藏身之处 告知了麦书 麦书召集殖民者 想挑几个当过兵的 一起去干掉那些土匪 但殖民者表示 穆斯带来了厄运 必须将他赶走 否则他们就离开 巴巴拉听说要将穆斯送走 他强烈反对 他早已把穆斯当作自己的孩子 麦书别无选择 他不能看着农场毁于一旦 于是他将穆斯送去了修道院 晚上麦书带着几个殖民者 突袭了土匪的老巢 将他们一伙全杀了 但辛克尔的一个下属军官逃了回来 他将此事告知了辛克尔 被杀的人中 有一个是军人 根据当时的丹麦法律 杀害军人是死罪 于是辛克尔纠集了当地所有贵族 准备联名上书到中央 壮告麦书 中央的大臣们 不想得罪当地的那些贵族 于是便废除了麦书和政府之间的开垦合同 这也相当于判了麦书死刑 很快辛克尔就派人来抓麦书 神父看不下去 出来阻拦 结果被开枪打死 麦书被抓到了庄园 受到辛克尔的酷刑折磨 与此同时 巴巴拉悄悄潜入庄园 他在红酒里下了药 他想亲手杀了辛克尔 在楼梯间 他遇到了海伦 海伦决定帮助他 就在辛克尔准备用开水烫死麦书时 海伦借口说要商量结婚的事 把辛克尔叫上楼 海伦说只要放了麦书 就跟他结婚 辛克尔想都没想就喝了红酒 毒性发作 辛克尔瘫软在地 这时巴巴巴拉进来了 他终于有机会手刃仇人了 他抽出背后的匕首 狠狠地刺进了辛克尔的腹部 接着他脱下辛克的裤子 巴巴拉被逮捕 不久就被判了终身监禁 麦书很快被释放 中央恢复了他对荒原的开发权 他来到修道院 接回了穆斯 他们回到了国王之家 两人相依为命 转眼几年过去了 穆斯长成了大姑娘 前来修窗户的吉普赛小伙子 对穆斯一见钟情 渐渐地 两人走得越来越近 国王派人送来了证书 麦书终于获得了男爵头衔 并拥有20年的土地使用权和免税权 但麦书一脸平静 好像并没有很开心 治安官告诉麦书 他请求缩短巴巴拉刑期的申请 被驳回了 而且巴巴拉将被送往奴隶监狱 在那里基本活不了多久 这天吉普赛小伙子 用他们的方式向穆斯求婚 穆斯回头看了看麦书 麦书默默地点点头 穆斯答应了小伙子求婚 他告别了麦书 跟随自己的爱人离开了 如今农场只剩下麦书一人 他吃着早餐陷入沉寺 眼眶里已沉满了泪水 他终于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麦书骑着马离开了荒原 他的贵族头衔也被取笑 麦书结了压送巴巴拉的囚车 两人一马朝着海边走去 本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个主演的表演 麦书和饰演巴巴拉的阿曼达科林 我觉得他们俩在本篇中的表演真是不相上下 有很多精彩的对手戏 不需要很多台词 靠表情和眼神就能带动观众情绪 很喜欢最后的结局 恰到好处 有种悲凉又浪漫的气质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原片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7 Bear